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3日星期五,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親愛的觀眾朋友,在過去的三個多月裡,我們向你介紹了三高代謝寶,並且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回饋 65歲的陳女士告訴我們,在服用降血壓藥三年之後,她的血壓仍然偏高 然而當她停止使用降血壓藥並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她驚喜地發現她的血壓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著說,以為是自己的血壓計出了問題 不過我有點懷疑,我這麼低會不會,有沒有這麼好,自己有點懷疑 有一次計算是80,一百三十幾 有一次,三十幾那次,上高是一百二十幾 簡直美得不得了,一百二十幾和七十幾 不過我說是否那個機器,都不信,是否那些事,還是那部機器,不知道 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沒有好像那麼漂亮 想了解詳情,請上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21日,澤連司機在演講當中說 過去七日內,烏克蘭已經擊落七架的俄羅斯戰機 戰略相當成功,普京近日受訪時坦然 錯估西方國家援助烏克蘭的態度,致使戰況陷入膠著 據CNN報導,繼19日陸續擊落俄羅斯最優秀 戰鬥轟炸機當中的蘇34和蘇35S 21日又成功擊落一架蘇34 唯一週內擊落的第七架俄羅斯戰鬥機 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參謀也進一步表示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以來 估計俄羅斯已經損失至少388架飛機 而據X帳號烏克蘭戰爭發布的影片也顯示 21日位於烏克蘭客萊達爾的社普琴科村北邊 烏軍抵禦了俄羅斯大規模的軍事攻擊 並成功摧毀三架坦克和多名步兵 據CNN22日報導 俄羅斯軍事博主和網紅莫羅佐夫聲稱 自10月開始進攻阿夫迪夫卡之後 俄羅斯已經損失大約16,000名士兵 和300架裝甲車 該文引起了幾位俄羅斯宣傳人員的嚴厲批評 莫羅佐夫認為 軍事布洛格享有一定自由 批評俄軍以及俄羅斯國防部 在烏克蘭發動戰爭的方式 他之後發文宣布 他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 並將他埋葬在盧金斯克人民共和國 莫羅佐夫最後一篇貼文說 今天上教同志 按照你的命令我被動刪除 隨後莫羅佐夫向自己頭部開槍自殺 前普京廣告寫手阿巴斯·加里亞莫夫指出 俄軍在前線損失慘重 已經引起俄羅斯社會極大不滿 普京正強力鎮壓所有反對者的言論 《華爾加日報》21日報道指出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布達諾夫坦賢 烏軍處境艱難 但俄羅斯職業軍隊在入侵烏克蘭第一年 就已經大多數被摧毀 這樣意味著現在俄國 是將未經訓練的精武兵 送上戰場進行自殺性的攻擊 俄軍的大炮炮彈消耗量大過他的生產速度 部署的戰車也多半是副存品或整修後的老舊坦克 因此俄軍將會難以達成在今年拿下烏冬頓列遲刻 勞金斯克全景的主要戰略目標 他們沒有這樣的實力 據烏克蘭統計這兩年俄軍傷亡人數 估計已經超過40萬05千人 發生者報導 22日丹麥表示 已經同幾乎達成為期10年的安全協議 並向烏克蘭提供價值17億丹麥克朗 目前已經捐助烏克蘭的總額達到333億 意大利也與烏克蘭之間 將會簽訂雙邊安全協議 包括軍事和經濟領域援助 奧德薩地區重建 人道主義支援 此外德國、英國和法國 最近也已經與烏克蘭簽署了類似協議 另外在歐盟21日通過的第十三樑制裁方案中 有三間中企面臨制裁 這是歐盟為俄烏戰爭首次對中企制裁 22日英國跟進宣布 制裁總計52名個人和實體 包括三間中企 其中一間是北京默克普特無人飛行器 控制系統有限公司 另外兩間中企是香港超達科技 及位於深圳的巨航航空科技 去年12月英國首度將中企納入對俄制裁名單 包括亞太鏈接信諾電子科技 興華三間中企 此外普京18日接受俄羅斯國有電視頻道 Russia One節目專訪時 坦然當初他們錯判烏克蘭的實力 並且錯估西方國家對這場戰爭的關心程度 導致戰爭持續的時間遠超乎預期 如果時間能夠重來 必然採取更為強烈的攻擊手段 也會更早執行相關的軍事行動 20日俄羅斯防長小伊古 向普京匯報攻克阿夫-迪耶夫卡的戰報 宣稱俄羅斯空軍每日發動460次精確打擊 實際投放彈藥200噸 俄軍在阿夫-迪耶夫卡進行大規模的排列作業 很多俄羅斯網民在Telegram公開宣稱小伊古吹牛 因為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 每日也不過向阿夫-迪耶夫卡投放40枚炸彈 小伊古還報告說俄軍已經拿下克林基 並表揚表現優秀的俄羅斯海軍陸戰隊第880類 空降兵第45類及空天軍相關部隊 但烏軍南部集團否認小伊古 關於已經佔領克林基的說法 該地仍然牢牢掌握在烏軍手中 近日美國眾議員菲池·帕特里克 和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烏克蘭必須戰勝俄羅斯 這不僅僅是烏克蘭的鬥爭 而是世界的鬥爭 2月22日 在以色列派遣代表團前往巴黎之際 內塔利亞湖政府向安全內閣提交了 關於加沙的戰後人道主義管理計劃 在4個多月的時間來 以色列一直在討論有關的內容 這是完整的計劃首次被提交給內閣 幾個月來 包括美國、埃及等國的調解員 一直在努力促成雙邊協議 目前擺在桌面上的協議 包括至少停止敵對行動6個星期 並釋放哈馬斯在加沙扣押的130多名聖餘人質和遺體 以色列此前指責哈馬斯提出過份網上的要求 一度叫停談判 而在本星期阿拉伯國家的報紙指出 在以色列恢復談判之前 哈馬斯已經軟化了立場 在加沙前線局面獲得壓倒性進展之際 以色列高級官員22日表示 以色列正在尋找合適的自里加沙的人選 這些人必須與10月7日的入侵行為 以及哈馬斯組織無關 但是這個做法需要時間 原因是如果有恐怖分子對他們的生命造成威脅的話 沒有人會挺身而出 但另一方面 如果哈馬斯被摧毀 這個計劃就可能實現 同時以色列也強調對加沙學校的課程進行徹底改革 他們說這些教科書煽動反對以色列和猶太人的觀點 哈馬斯高曾聲稱 這樣的計劃等於令以色列在2005年後重新佔領加沙 而且以色列此前表示 以色列將會在戰後將對加沙保留無限期的安全控制權 當局否認重新佔領加沙的說法 近期以來 由於加沙地區出現動蕩 當地面臨機密物資不足的情況 以國戰時內閣部長今次 星期三發表講話時 提到了在加沙分發援助物資的試點計劃 他說 我們正在研究多種選擇 以便在美國的支持下 透過溫和阿拉伯國家組成的國際政府向加沙提供援助 我們的目標與其他捐助國的目標是相同的 即援助居民而不是恐怖分子 這次也強調說 我們正在努力加強針對伊朗的遠足深目標 建立加沙地區政府 以幫助巴勒斯坦人建立另一個政府 他認為從鎮加山內閣的治理能力 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完成的 可能需要幾年時間 他鼓勵民職政府 由與哈馬斯完全無關的 莫得認可的當地巴勒斯坦人來組成 由於捲入與哈馬斯的聯繫 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近東救濟工程處 捲入嚴重爭議 該組織在22日說 目前組織資金已經進入臨界點 完全不足以維持當地的人道工作 該組織警告說 3月份開始當地可能出現人道危機 面對這種情況 以色列宣布對加沙開放更多物資援助 美國官員22日對《以色列時報》證實 以色列同意令美國向加沙的平民運送大量麵粉 根據新的安排 大批麵粉將由世界糧食計劃處派遣人力輸送 這批資源能夠供應150萬加沙人食5個月 而且近東救濟工程處 將依照以色列的要求被排除在外 在以色列加沙邊界方面 22日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以色列的撤離居民可以在3月份返回非常靠近加沙邊界的18個社區 此前,很多屠難居民住在以色列政府提供的住宿地點 而以色列財政部表示 即使公民不準備返回 當局仍然會繼續為躲避戰火的人埋單直到7月 另一方面,由於加沙的大批哈馬斯受到殲滅 以色列軍方22日宣布 10月7日後入伍的預備役軍人將在本月底大部分解散 這些預備役軍人通常在沒有民事安全組織的地區服役 按照新的計劃 除了在耶路撒冷等小部分地區服務的預備役小組之外 其它地區的預備役軍人都將在2月底服役 在金門海域衝突升溫之際 美國聯邦眾議院的美國 和對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率跨黨派議員代表團訪台 訪問了蔡英文總統和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同時,美國國務院也在賴清德當選後 首次宣布了第一筆價值7500萬美元的對臺軍售 請聽報導 根據法廣的報導 加拉格爾和蔡英文總統和當選人賴清德 在22日上午會面 接著他們在外交部舉行了簡短的記者會 在會上,加拉格爾說 跨黨派訪問團 希望能對台海兩岸的和平穩定有所貢獻 而他所屬的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 會將台海和平穩定定為最重要的事情 並關注中共日益增高的犯台敵意 他提到,習近平的策略 是要在國際上製造分化 今天他率領跨黨派訪問團來到這裡 就是向中共證實他們的策略是失敗的 美國和台灣雙邊 不同黨派的人會團結起來對抗威權進犯 加拉格爾還表示 中共在印太地區擴張勢力 美方不會袖手旁觀 除了軍事介入 美方應該與夥伴建立協同經濟策略架構 抵制中國的經濟脅迫行為 而且美國議員要不斷親自來到印太地區 向友邦表達支持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克里士納莫提表示 美國國會跨黨派大力支持美台關係 支持維持現狀 不得片面改變現狀 對蔡英文和賴清德 堅持兩岸必須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的立場 表示強烈支持 另外鑑於國際局勢的升溫 他表示 持續對印太防衛 投入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以震懾任何敵對行為阻止衝突 21日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宣布 美國國務院批准 向台灣出售先進戰術數據鏈 系統升級計劃和相關設備 預計價值7,500萬美元 需要美國政府人員和承包商的代表各200名 赴台提供技術協助和服務 這亦是中華民國在1月13日大選後 美國首度對台軍售 外界認為 在日前發生了中共明顯撞船的事件 和攔截台灣遊船的事件後 美國國會最大的代表團訪台 和美國在台灣大選後第一次對台軍售 這表明了美國堅定保台的立場 值得關注的是 慕尼哈安全會議落幕後 中共外長王毅出席並訪問法國西班牙 在22日 他接受訪問時表示 他感受到歐洲各國對中國的理性認知正在增加 歐盟不應該懼怕中國符合歷史邏輯的發展 只要中歐加強合作 新冷戰就打不起 很明顯 王毅正在拉攏歐盟反脫歐 在17日的慕尼哈安全會議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句話 明確表達了美國對盟友的真實想法 美國的優勢在於 他擁有一個強大的自願聯盟和自願夥伴關係網絡 他說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是自願向美國靠攏的 他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國際體系中 如果你不在餐桌上 你就會在菜單上 布林肯的菜單論引爆輿論 中共媒體批評 布林肯在威脅盟友選邊站隊 但資深媒體人張天亮教授認為 布林肯的意思是 美國一個國家單獨對付中共是不行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聯盟 才能有效應對美國面臨的挑戰 關鍵的問題是 面對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 和中共對全球的挑戰 所有自由社會的人都應該站在一起 而不能讓普京和中共留下任何的縫隙 所以也有觀點認為 美國一直說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盆石 而美國重量級議員不斷訪台 就是將這個態度公開地展現在中共的眼前 這個也是令北京感到不安的原因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最近我們報導了中國的資安公司 上海安詩信息公司 有大量內部的資料被洩漏出來 專家在22日發布了分析結果顯示 這家公司入侵了包括北約各國 台灣、越南、泰國、南韓等政府機構 和民間組織的網站和資料庫 並以不同的價格賣給中共政府部門證據擴作 據法新社報導 安詩公司的內部資料外洩之後 美國安全研究機構哨兵實驗室 和一家防毒軟件公司Malwarebytes 在22日發布了相關的分析資料表示 安詩為中共政府工作 已經成功入侵過多個國家的政府機構網站和資料庫 哨兵實驗室的分析師表示 這些破解檔案公開了自至目前為止最擴作的細節 揭露了中共逐漸成熟的網絡間諜活動生態 例如有一筆財務記錄顯示 安詩在入侵越南一個政府機構的高科網站之後 獲得了5萬5千美金的報酬 哨兵實驗室還表示 今次事物的作者和他的動機還未清楚 但外設的內容當中顯示 安詩員工和經理之間關於人工的激烈對話 因此外界推測可能是公司內部人員 對人工等工作條件不滿的報復行為 分析資料還顯示 安詩總部設於上海 在北京、四川、江蘇和浙江也設有分公司 除了盜取外國政府的資料之外 也針對香港民主派組織和相關人士非法搜集資料 甚至也曾試圖參與新疆的相關標案 安詩公司已入侵拜基斯坦和阿富汗反空中心 所獲取的資料當作履歷 希望借此加入中共當局 壓迫新疆維吾爾族的網絡監控行動 除此之外 安詩也曾盜取過基礎建設資料 將459基的台灣道路地圖提供給中共當局 對此專家表示 當中共軍隊要入侵台灣時 這些地圖便能派上用場 據了解安詩網絡攻擊的名單當中 台灣被攻擊的對象還包括淡江大學 台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圓卓教育基金會的網站等等 Google雲端旗下的資訊安全公司 旗下的威脅分析部門負責人 赫特·斐斯特對傳媒表示 真是從未見過這麼清晰的情報工作內部運作狀況 他說綜合所有的證據 我們可以相信這些資料的真實性 中共企業確實在國內外進行網絡間諜活動 報導提到其實在此之前 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曾指出過 中共官方旗下的黑客規模是全球之罪 但中共政府便解說這些指控毫無根據 面對這次確鑿的證據 不知道中共當局還會作出怎樣的便解 因為如此凶猛傷亡慘重 但為何中共卻視而不見呢 貴州官方22日通報表示 2月10日至21日 貴州全省發生森林火情221宗 傷亡2人 目前已全部撲滅 詳細的損失正在調查統計中 官媒的報導輕描淡寫 和民間的消息完全不同 國內自媒體人燕無霜22日發文表示 2月18日起 貴州多地突發山火 貴州多山 山脈又多相連 火勢一起迅速蔓延 整個貴州幾乎成了火焰山 但貴州山火在國內至今都沒有熱度 懇求大家關心一下 整個村莊都被烈火包圍 有些網友連圍書都寫好了 煙無霜的文章說 從2月18日起 當地居民紛紛發影片在網絡求救 一位網友說很害怕 火就在家門口 學校背後的山火燒了4小時 感覺生死存亡就在傾黑間 貴州爆發如此大山火 但是中共官媒就視若無睹 直至火勢相繼蔓延到貴陽市 綠盤水市、鉗西南州等地 連同不接市接養的雲南震雄 也遭到騙雲 社交媒體很多人發了影片 一個字形容就是慘 兩個字形容就是可怕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很多屋都被火包圍 有些屋燒光 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切骨的無助和悲涼 有些老百姓家裡的牛羊都燒死了 有一位不接市的婆婆 家裡燒剩兩個人 兩隻狗和兩隻雞 房屋化為灰盡 她坐在路邊大喊 有網友說 整個貴州省都處於火海之中 目前救援人員已經有傷亡了 貴州全部燒著了 80%的人都不知道 沒有看到來自中共官方的任何消息 全網都知道賈寧減肥成功 某老師吃亂瓜 某明星得病 但卻沒有大火的消息 其他國家有事 官媒鋪天蓋地地報導 自己家裡有事一筆大過 有人說 只能夠自救了 共匪是指望不上了 中共對災情消息 不單止壓制 網上還傳出 貴州的山火是日本人放的消息 說什麼有村民拍到 冒充遊客的日本間諜 潛伏入山放火 網友無語 說出事就找外國勢力來揹鍋 這種腦殘邏輯是怎麼來的呢? 這令人想起 2023年北京洩洪 水淹河北雀州的操作 中共只報救災 不報災情 政府不准救援 怕真實的慘狀洩露出去 導致百姓慘不忍倒 這樣裝聾辦啞 除了示人命如草戒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呢? 資深媒體人 張天良發帖說 大半個貴州在燃燒 因為貴州政府沒有錢救火了 僅有的一些錢 都用來在網上封人的嘴 就好像沒有發生火災一樣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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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